表面上的莉莉子一脸无辜温柔可爱 可背地里其实是个烟不离手的小太妹 看到自己和女星一起出现在报纸上 莉莉子怒不可遏地斥责助理小田 当小田把水递在她手上时 莉莉子直接吐了小田一脸 因为她喝水只喝温的 但其实是温的还是凉的根本不重要 她就是要成为操控者 旁边的助理被怼得一脸尴尬 所有人都看着莉莉子大发脾气 幸好她的富二代男友及时来到 莉莉子这才换了一副嘴脸 看着莉莉子和富二代亲吻在一起 助理和化妆师实相地躲了出去 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可以下班了 毕竟两个人在里边打扑克呢 总得有人在外放风才行 充满诱惑力的莉莉子 如同一个成熟了的水蜜桃 在富二代的动作下 莉莉子逐渐开始沉沦 可当富二代拖着她的脸蛋告诉她 你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时候 莉莉子的脸色却突然有了一丝慌乱